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门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2号星期六 亚太时间是3月3号星期天 中共两会马上就叫开了 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候 中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晓明被免职了 而且有消息表示有人在北京的街头拉起了横幅 向中共发起了挑战 现在中共内部的厮杀和中国百姓的觉醒 就在加速着中共的解体 有人已经预言了 习近平的下台时间已经非常近了 给出了具体时间 有一位网友早就给我写邮件 让我跟大家分享他在过年期间拍下的一副对联内容 但是被我一忙一拖 忘记了 昨天这位朋友愿我没有跟大家及时的分享 在这里先向这位朋友表示一下歉意 那我在这里就跟大家赶紧来分享 这位朋友拍下的对联内容 这个对联原本写的是恭贺欣喜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家主人用毛笔重新又写了两句话 恶习除之勿尽 余生方有可为 这两句话的真实含义那已经无需多言了 说得非常明白 这应该是许多人的心声 我知道像这样的人在中国大陆应该说遍地都是 只不过有人是默默的在坐 有人敢于站出来公开的向中共发起挑战 有人在X平台发帖表示 2月29日在北京西单中油百货门口 有民众在声讨中共当局动不动就从家里抓人的行为 抗议民众还打出了横幅要求中共官员公开财产 视频中可以看到在一处开阔的公共场所 有一名年轻的男子是站在了台阶前 利用扩印器在发表演讲 演讲当中这个男子说 人民缴税养活你们 让你们为国家服务 让国家进步的 可是警察却打压人民 这个男子就质问那些警察们 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吃人民的饭 喂狗看门 紧接着就出现了一大批的警察 一些警察上前去抢夺横幅 另外一些警察要将拉横幅和演讲的男子给带走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大批围观的民众上前围堵拦截警察 民众是七嘴八舌的质问他们 这有什么错呀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凭什么抓人家呀 这个事呢 如果确实是发生在北京 那说明中国百姓已经是在中共的心脏位置开始动刀子了 因为中共两会马上就要开了 北京现在已经是风声鹤唳了 草木皆兵了 如果在这种严密戒备的北京街头发生这样的事 那么这件事的影响应该说不亚于当年彭仔州 在四通桥挂横幅这个事 但是呢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核实这则视频具体发生时间 也不能确定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 我们根据演讲者的口音来辨别呢 不太可能像是北京市民的口音 而且根据他身后的那些所在位置的建筑物 以及街头的那种冷清的情况 估计呢也不像繁华的北京西单 不过这并不重要 我们要说的是重要的这则视频所反映出的问题 它反映的就是中国百姓的觉醒 人民敢于起身要求中共公开财产 而当警察在出面抓人的时候 那周围的人敢于正义发声阻止警察行恶 中共一直对百姓是搞愚民统治 但现在看这招已经不灵了 这才是让中共深感恐惧的 目前我们看到的还仅仅就是这一部分百姓的觉醒 究竟有多少 现在没有办法去统计 如果全国的百姓都像这样的话 都有一个觉醒的态度 那就是中共要走向地狱的时候了 而如果在某个地方突然出现一股势力 勇于起身反抗中共 那带来的影响可能就更大 可能会加速中共进地狱的进程 旅居英国的中医大夫舒荣女士 出身加传600年的中医世家 她不仅是深岸医道 而且对医学有独到的研究 她根据周易进行推算 2024年整个世界会战火四起 而且还会有新战火出现 特别她提到了 要留意南方国家和南中国海这片海域 舒荣女士在新唐人精英论坛中表示 2024年中国内部政治上的战火也会升级 内部权力斗争会加剧 习近平会成为众矢之地 他的权力会进一步被削弱 而且南方有一股反政府势力会越来越强盛 不过习近平在2024年他认为可能不会下台 书中推算认为 2025年习近平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麻烦 他会失去权力 取代他的人很可能是体制内的人 但也可能是体制外的人 不过这个人刚上台的时候非常迷茫 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是抛弃中共呢 还是延续习近平的道路走下去呢 很快就会有高人出面来指点他 这个人就开始清除共产主义因素 随后有更多的人帮助他 正义的力量都融入进来 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逐步的清理 让整个社会回归到一个传统的清明的状态 书中表示到了2029年的时候 基本上清除共产主义因素的工作就结束了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中生活 中国人才开始真的活得像个人 有道德有尊严 书中女士的这个预言 我们呢目前是没有办法去验证了 但是世界会战火四起 大家看当下的这个世界 是不是跟她的预言比较符合呢 而中共内部的厮杀 我们知道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特别是习近平进入了第三任期之后 昏招连连人心尽失 中共内部的厮杀变得是越来越激烈了 至于南方有一股反政府的势力 将对习近平形成巨大的威胁 那么这个南方的一股势力 他没有说的那么具体 我们分析可能是南方的某个国家 或者是中国南部的某个地区 当然了这里面不能排除台湾 因为台湾也是在中国的南方 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 都会给习近平带来很大的麻烦 可能会成为推翻中共 和习近平政权的新势力 至于习近平下台的时间 书龙女士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在2025年 习近平会失去势力 会失去他的权力 中共会倒台 他的权力会被另外一个人取代 也就是说 习近平在中共党魁的位置上 还有一年的时间 然后上来顶替大大人 就开始清理共产主义因素 大家想清理共产主义因素 这意味着什么呢 共产主义因素被清理干净了 那不就是中共彻底消失了吗 共产主义消失了吗 不就是中共在中国不存在了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现在中共内部的厮杀 不就是中共在自我解体的过程当中吗 下面的内容很精彩 但是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大家知道清朝最长寿的皇帝 就是乾隆 活了89岁 据说乾隆 有一个长寿先方 叫瑰陵吉 里边主要的有一味药 就是陆荣 他的每天都吃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对这个陆荣也有过描述 补肾壮阳 生经易血 补随健骨 过去皇帝才能吃上陆荣 但是您现在就可以吃得上 韩国名医李经仔 他研制的这个陆荒陆荣丹 是将新西兰的陆荣和韩国的灵芝 当归等29种传统中药和食材 研制成的 具有补血抗炎 增强免疫力和提高机体活力 以及抗衰老氧化等等功效 虽然价格不低 原价是400美元 即使您用我的折扣码 享受85折优惠 也需要340美元 但是我们发现 现在买的人仍然很多 这就说明好东西 还是有市场有需求 所以我再次推荐给您 无论是买了送给父母 岳父母 或者是自己服用 都可以 所有的年龄段都可以服用 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 这个味道很浓 因为这款产品很稀少 我们现在只能是预售 我手里的这一款是样品 您如果需要的话 但是现在可以去购买 而且还需要抓紧下手 否则又没了 不能上网的朋友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 就在今天视频的下方 从周一到周六的早九点到晚九点 这个阶段当中 您都可以打电话 有专人会为您下单 我们还是接着来说我们的话题 今天突然爆出了一个大消息 张晓明被免去了 中共全国政协常委会副秘书长职务 不过央视新闻联播当中 仍然是以同志来称呼张晓明 以同志来称呼他 并不代表着没有问题 大家知道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这是正部级 正部级的官员 退休的年龄是65周岁 那1963年9月出生的张晓明 到今年的9月才满61周岁 距离退休年龄还有四年多呢 所以张晓明显然不是倒战下车 特别是现在中共两会马上就召开了 这个时候免去他的职务 那就更凸显出这件事相当诡异 本身张晓明在这个政协任职 就已经是在虚位虚职了 那还有更虚的部门去安排张晓明吗 这挺难想象的 那么他会不会直接被踢回家呢 甚至会不会将他直接踢进秦城呢 所以我们得看看习近平下面会怎么安排 公开资料显示张晓明是江苏泰州人 1986年开始进入到港澳系统 曾长期担任原港澳办主任廖辉的秘书 大家记住这个廖辉 后面我还会专门讲到他 咱们这里先说张晓明 中共十八大省张晓明出任中联办主任 官智正不及 在前几任的中联办主任当中 张晓明是最年轻的一人了 进入到中共港澳工作协调小组了 2017年9月54岁的张晓明出任 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并且进入了中共的19届中央委员 但是到了2020年2月 中共将港澳工作协调小组 升格为领导小组 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由习家军成员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时任秘书长 夏宝龙来担任 而张晓明被免去了港澳办主任职务 改任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党组副书记 虽然仍然是正不及 但是张晓明显然 已经是不被习近平看中了 2022年6月 张晓明的职务再次被调整 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排在厂务副秘书长之后 尽管还是正不及的级别 但是全国政协本身就是一个花瓶机构 所以张晓明这个新职 实际上是被贬值了 同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省 张晓明又失去了中央委员的资格 方看张晓明从2020年以来的职务变动 虽然是保留着正不及 但是他却经历了一个波风烂谷 从正值变成副值 又从副值变为贤值 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毫无疑问是出自习近平的安排 这是在对张晓明一步一步的进行羞辱 一方面是张晓明本身有贪腐问题 早前张晓明就被人举报 他在任中联办主任的时候 大量吸金而且要价很高 据说在2016年的时候 张晓明曾写了一幅字 被亲共的政协委员高静德 以1800万港元卖走了 张晓明还被举报 与华润宋林深度勾结 从中捞取大量油水 张晓明本人特别爱收礼 比如名人字画贵重物品等等 据说他收了好几颗贵重的石头 当时的市值就是20多半 另一方面是张晓明在任中联办主任的五年当中 经常假传圣旨歪曲中央意思 张晓明经常以中联办代表中央为由 插手香港的各种事务 并且勾结江派特首梁振英 炮制假港独一体 配合江派搞乱香港 据说习近平对张晓明的做法相当不满 所以在19大前将他调离了中联办 转任港澳办主任 可事实上这是一种名声暗将 这个做法就跟拒绝梁振英连任 改任中共政协副主席的须职是一样的 习近平反感张晓明 这个往前追溯可以追到2014年 当年香港爆发了长达79天的战中运动 这场合理非运动被张晓明定性为是违法的 他在一次回应记者提问当中说 太阳照常升起 声称占中运动是发生在香港的颜色革命 张晓明的这些说法明显是在故意的激怒香港社会 到了2015年 在一个研讨会上 张晓明又发表了行政长官超然论 他声称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 三个机构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 我们知道中共一直都在这么运作 但是像张晓明这样 把黑箱作业拿到台面上公开来讲 当时在香港同样引起了各方激烈的反应 不过真正引起习近平愤怒的还是2016年的一件事 当年的7月 美国的新唐人电视台准备在香港 主办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亚太区出赛 已经租好了场地 就等着比赛日期到了 但是中共却发动了香港青年关爱协会 简称青关会等等这些八个外围的红色组织 以长时间占领望角的方式对舞蹈大赛进行干扰 最终是租借场地方在压力之下 单方面取消了合约 舞蹈大赛最终是临时转移到了台湾去举行 据权威人士透露 在当年6月份 中共是两次施压乡议局 要求取消租用比赛场地 而幕后的始作俑者 就是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 和时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 第一次施压事件 是梁振英的亲信 乡议局副局长张学明 主动向张晓明汇报 然后中联办就下令取消组约 第二次施压 直接就是张晓明控制中联办 在幕后组织协调的 他动用江泽民和曾庆红派系 在香港的地下特务组织系统 支持香港清官会等等 这些中共的外围组织直接去干扰 这起事件惊动了当时的中南海高层 据说举报张晓明和梁振英的信件 多如雪片 就在两个月之后 当年的9月 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掌控下的香港惩报 是连续发文 猛批梁振英和张晓明 是乱港祸首 当年12月 习近平又派出密室南下 暗中布局香港的人事安排 一方面是阻止梁振英连任 给他弄到了一个名声暗将的虚指 就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另一方面是要撤换掉张晓明的中联办主任职务 不过当时具体实施 只是阻止了梁振英的梁振 并没有立刻处理张晓明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香港 已经被张良这两个家伙给严重撕裂了 习近平是希望张晓明擦擦屁股再走人 收拾乱局 因此对张晓明的处理就延后到了2019年的中共十九大潜 张晓明等人故意搞乱香港 据说习近平是相当的生气 生气的原因并不是说习近平真希望香港能够自由安定 这个倒不是 而是因为张晓明等人背后的势力是明确在针对习近平 有一位在香港的红二代透露 那些人故意制造乱局 目的就是要逼迫习近平下台 2020年的8月 美国财政部寄出了制裁令 对11名损害香港自治的陆港两地官员进行制裁 其中就包括张晓明和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人 但是在2021年的3月中共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 张晓明表示对美国的制裁深以为荣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有人就认为习近平迟早会清算张晓明 张晓明落马可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因为习近平不可能受这口窝囊气 不过在搞乱香港这件事上 其实张晓明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具体的实施者 他是被人操控的 前面我们一直说是江曾派系 江曾派系是整个乱港事件的总后台 而中间是有人在对张晓明发号施令 这个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廖辉 所以习近平现在踢走张晓明 表面上是在打张晓明 但这很可能是在隔山打牛 针对的可能就是张晓明背后的廖辉 已经年过八旬的廖辉是前中共政治局委员 廖成志之子 他曾经是任职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个人是被江泽民和曾庆红 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员 尤其是跟曾庆红两个人私交甚密 他是曾庆红的铁杆心腹 有香港人曾经形容这个廖辉 说这个人不学巫术 为人心狠手辣 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开始 曾庆红就把廖辉设在了香港 成为了香港的特务头子 在随后到2010年的这13年当中 廖辉一直是任中共港澳办主任 他是掌管港澳工作时间最长的官员 直接向曾庆红进行汇报 在这段时间当中 廖辉在香港是培植安插了大批自己的势力 其中就包括梁振英和张晓明 在廖辉任港澳办主任的第一年 就对张晓明进行了提拔 随着廖辉的官位升迁 张晓明也是随着水涨船高 并且成了廖辉的得力秘书 后来廖辉升任到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后 又将张晓明塞进了中联办主任这个职目 因为这种提拔关系 所以张晓明自然就是廖辉的人马 廖辉是张晓明的恩主 2016年9月 香港《城报》那次连续发文 猛批梁振英和张晓明乱岗的同时 特别就指出了张梁背后的幕后主使就是廖辉 文章指廖辉是人退而势力不退 直指他对港府的影响力 远超历届港澳办主任 也有了解廖辉的人透露 廖辉这个人的确是喜欢做幕后的太上皇 在当年10月14号 中纪委巡视组公布了对港澳办的报告 其中就指出港澳办至少有六宗罪 据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透露 那份报告实际上是对港澳办中联办的全面否定 消息人士表示 报告中透露了三个重要讯息 一个是所谓的党的领导不够坚强有力 这句话说的意思实质就是在暗批港澳办中联办 是在对抗习近平政权 对抗习近平那就是另立中央了 第二呢就是选人用人不当 这个说法就是在批评港澳办和中联办 在动用特务势力撕裂香港社会 第三就是贪污和生活腐化问题严重 贪污和生活腐化问题呢 其实这是中共官员的通病 中共官员身上都有这些毛病 但是这个廖辉则比较特殊 据说呢东方歌舞团等艺术团体里面 很多的舞蹈演员都是这个廖辉的玩物 有消息表示 北京机关到香港西环 廖辉的情妇在这地方是数无胜数 后来他甚至把情妇一个叫陈山林的人 直接安插进了港澳办 据知情人透露啊 这个陈山林当时呢 经常长时间的单独停留在廖辉的办公室 里面经常传书吟声会语 后来陈山林为廖辉生下了一个儿子 到现在的这个时间呢 已经是三十多岁了 长期生活在香港 陈山林这个人据说是无才缺德 一个简单的报告都写不成篇 而且经常的搬弄是非 所以当时港澳办的很多人呢 都非常讨厌他 因为内部反响太大 又因为呢陈山林年龄逐渐大了 廖辉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 于是就把他塞进了中联办 给张晓明去做助理 不过虽然说是给张晓明做助理 张晓明是主任 陈山林是助理 但实际工作当中却不是这样 陈山林经常指令张晓明 所以呢知情人呢 暗中都称呼陈山林为影子主任 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的节目呢在干净世界和油管呢 都会同步播出 我希望大家呢也到干净世界 来关注新闻看点频道 另外呢今天大家可以到干净世界 专门搜索周末大V谈这个频道 每个周六的晚上八点 都会有一档独家的大V雨谈节目 这是一档聚合的节目 只有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 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呢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留言 并且呢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同时加按小铃铛 同时呢我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帮我 把这个频道给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接触到我们 如果大家呢愿意支持我 那么视频下方呢 我们准备好了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资助 或者呢订阅我的会员节目 最后我再提醒大家 蓝莓优品这是我长期合作的伙伴 里面有很多种非常好的商品 包括真黑染发护发乳 亚保乐牙粉等等 Nitromia的系列产品 还有呢刚才向您推荐的这一款 露黄露中丹非常好 还有很多的化妆品啊 护肤品啊 以及各种茶叶啊 保健品啊等等都非常的多 大家呢可以尽情的选购 所有的商品都是正品保真 而且价格全网最低 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网址记下来 您购物呢会方便很多 当然也要记住 我给您的折扣码 XWKD 您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周一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